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FEVER 經理模式 又到了10月份 又是我們開檔的時候 FEVER 21開始的話 還是先用阿仙奴 接著我們就要選擇一個領隊 他說這個能夠顯示你風格的領隊 我的風格 我的風格的話 FEVER 19的話就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猥瑣 一種是比較斯文 這邊的話我看到有女生選擇 有個女生就不如選個女生 今年用個新的作風 NO NO 我姓就是 DELAY 對 那就是一個非常英倫的名字 DELAY NO MORE也是英格蘭 這邊比較經常用的一個姓名 所以我們這個女生很明顯 都是非常鄉村風格 就這個 這些我們不選太多 好了 終於進到正題了 看到轉會預算就去到9000萬 也是非常之高 那些什麼呢 他比較注重這個品牌曝光率 本地成就和周濟賽表現都要比較高 接著又是這個設置 我只會說一次 難度就絕對是終極 雖然我相信 打到後面 就會很多人評論 我會說 啊 我只會說一次 我都不會在 預下的劇集中再評論 那就是這樣的設置 我們就馬上開始 阿仙奴的經理門式 小野女士 我要前往這個季前賽 當然是選最高獎金 這裡 其實球隊都不太厲害 季前賽我們一向都是跳過的 這些所以不在乎 進來 看到這個介面 不說的話 真的以為我們又在玩FIVA 19 收件銜 這裡就有些訊息 啊 收到第一份的球探報告 有很多球員 這些 我們應該用不上了 進來巡禮 都是說回我們的陣型 還保持著 這個 上個賽季的風格 都是4-3-3 非常之進攻 但我就發現我們這個陣型 體補方面 風扇上 是完全不夠力 就只有尼爾遜 和馬田尼尼 所以待會我們那個Focus的目標 可能首先會買回風扇上的 體補 其餘的話 中場 體補也不是說厲害得到哪 古因導師 和斯巴老師 後防的話 也是 其實 有看我上一季 每次都知道我這個轉彩槍是怎樣操作的 我們這裡是不玩什麼 契仔 所有球員 價錢合適的話 是沒有非賣品的 當然 你老了的特別容易 我這裡 基本上29歲以上 都是賣的 其實 所有人 這隊球中 所有球員 都有機會是賣出去的 就看看 球隊的開架是怎樣的 好了 隔了兩天 看到我的微信 真的被人召到爆開了 因為我掛牌不少球員 有些比較太年輕 能力值不高 沒什麼發展 有些比較老 好像大維雷斯 奧斯爾 奧巴美安 這些三張 我剛才說過 索基達斯 比較老 我都會掛牌 有些純粹因為年齡上來了 能力值也是一般 就像薩卡 其實的話 我掛了牌 但不一定說要賣你的 有球隊報價 先說要賣你 Viva19也是這樣 但Viva20 就弄了一個士氣出來 掛牌之後 他們就不滿意 其實這個也很真實 我也覺得 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但怎麼辦 逐個逐個安慰 拿卡石 其實你也是試探一下 不一定賣你的 他的士氣也在上升 那薩卡 喔 薩卡不是不強我 他是來歡迎我 客氣請我 沒問題 橫膠千真屎尼 雖然待會你也會賣出去 先不要說這些東西 還有奧巴美安 又是探索 不如全部都是這樣 我只是在探索 全部都是這樣 握住 剩下這些小賬 就真的我們需要資金 不能保證出場時間 沒辦法 好了 7天過後 我們Viva20 收到的第一個報價出現 黃馬是多少呢 5,330萬 是直接扔解約金 去買這個托尼拉 我是完全沒得還手的 我都比較意外 黃馬一上來 就這麼稀狠 對不對 OK 沒問題 因為在Viva19 你們一直都說 要帶回一個球員 來到Viva20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看看托尼拉 是否真的會走人 好了 終於來了 隔了大概5天 托尼拉 她也是選擇加盟和馬 4,700萬 就加到我們工商銀行的賬戶 那契仔 古因導師 馬上就發一條短信給我 她覺得我要給她一個機會 我發現真的很搞笑 阿貢球王果然是懂得做人的 剛剛走了 托尼拉 她馬上就發微信給我 行了 你不用說話 主力不是你的 好啦 其實大家都應該猜到了 托尼拉走了 我們又要找回中場的球員 其實我一早就已經是找扣貪監點了 都是要簽我們的打面王回來 為什麼她叫做打面王 可能有些新來的朋友就不太知道 評論入面或者有些熱心的觀眾 就可以幫幫新來的觀眾 但這邊我就不解釋這麼多了 都是希望把這位Captain帶回來 看得到 我看來的形象這麼噁心 還說有點像Justin Bieber 但是女生大著墓 確實是一般 好 那麼轉換一塊布架 當然試試一下 6300先試一試 試一試C Monte 是怎樣 看看她醒醒了未 斯蒙尼真的不是傻瓜 他就8680萬 非常之高 這個也是沒可能的 我掉~~~~~ 唉 真是樂氣 都說女人不可以做GM這些工作 特別是足球界 唉 真是 傻瓜亂報價 這個報價太高了 我就拒絕了三號尼古斯打麵王 下星期再來倒閉 真是不好意思 不是斯蒙尼沒有睡醒 是我們那女兒還沒睡醒 先不理一下打麵王 剛才我都說我們那個風扇欠一個締補 這邊我就想買AC米蘭的李奧 我就沒怎麼看AC米蘭的波 但是看一些評論好像說他都OK 我們都是留意到 他1.88的身高 加速度來到88 難道他真是新一代的妖怪 哇 葡萄牙真的有夠了 這樣 新價又不會太高 不過衰在呢 AC就說 剛剛買了這個球員 不打算把他賣出 那我們攻第二個 這個美蘭也不錯 是宴圖分的 他有一個解藥金 2200多萬 其實都可以給的 但我們現在是針針 山長水遠 請他過來這邊 當然要聊聊聊天 今次 喂 請默點 不要猶豪 第一次報價1500萬 不要失禮 他2260萬 當然不小 屌你嗎 等於針針解藥金 多一點 1650萬 1830萬 差一兩百萬 我們當然不在乎 咦喂 傾合約的環節 來到餐廳 看到他現在就拿著1550萬的薪金 給他一個角色 偶爾上場 輪替 輪替 我們的替補陣容比較差 他也是滿意 合約的時間當然是最長 5年 他也沒問題 沒有解藥金 更加是開正我的路 聊聊價格 那你現在就來到阿仙奴 我肯定不會失禮你的 32,000的薪金 多給這個 5萬的簽約金 給你 我覺得就沒問題 32,000 嘩 屌你了 這麼高 你 去到47,000 我猜不到你年輕 已經養成了開大家的習慣 但我們的第一宗交易 唉 我也是不想拖泥帶水 歡迎美蘭 馬蘭 加入了我們的球隊 也是我們的第一宗交易 好了 這麼快 又過了一個星期 又來過了 今次 省靜點 不要讓阿斯蒙尼找到這個 好處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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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和女的傾約 一般都是晚黑的 剛才我們簽馬蘭是焦草 為什麼找阿斯蒙尼就是晚黑的 真的有點奇怪 不要理這麼多 第一次 6,400萬 阿斯蒙尼還是站得好死 9,000萬 當然是不可能 退一點 7,100萬 阿斯蒙尼 都不少了 阿斯蒙尼 就是 你可不可以看我 一個女生 夜晚晚都單刀上來 馬得理 喂 又搞完這些虛擬 阿斯蒙尼 你的紳士風度去哪 一口價 7,460萬 你不要逼我 這裡三十多樓 跳下去會死的 是 我都說 阿斯蒙尼 阿斯蒙尼 你當然要給我一些風度才行 夜晚晚過來找你 阿斯蒙尼 阿斯蒙尼 來吧 談合約 其實都不合格 你基本上來到都 對獎 給你 4年 基本上就是看人工方面 沒有解約金 開門見山 談價格 我都不會虧待你 十萬五千 簽了獎勵 都不虧待你 給你三十萬 他覺得相當合理 那我都OK 都給我面子 都是簽打面王 也是按大家的要求 現在我們就簽了兩個 一個是打面王 一個是美蘭 馬蘭 之後的話 我就希望在中堅這個位置 也是引入一名球員 其實烏帕美卡路會比較好的 但因為上一季我們就買了它 用過 今季就免得重複 這個米連高位 可能大家這裡看不太清 他的相片其實真的有些假笑boy的意思 是笑得很假的 不錯 我喜歡啊 這些人 救虛偽 對了 做中堅就是要救虛偽 要不然你被對方的前鋒 每次都識穿了 就不算了 所以這個假笑boy 米連高位都OK的 而且他那個 轉回費看來都不會高到哪 我就直接一千萬扔過去 紫白俠這邊就說 一千二百一十萬 那兩百萬 我當然不會拘捷 我們阿仙奈像是沒有錢的俱樂部嗎 是有點像 但是兩百萬我肯定不會說 阿之阿捉的 好了 那又是傾合約的環節 Agent說打輪換的角色 當然沒問題 其實他都應該目前是輪換的角色 四年合同也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球員應該是比較乖的 這個假笑boy 他也是只希望要三萬六的新資 當然那些簽約 出場費都不少 但是三萬六的新金 都真的白菜價 也歡迎米蘭高域 加入到我們球隊入面 也是第三單的隱瞞 一個前方 一個中場 一個中堅 然後梅斯達菲 和索基達斯 兩名中堅都是收到補價 我們先處理梅斯達菲這件事 梅斯達菲 阿舉手哥 我是想買他 我都不用說收收了 我們剛才買了這個米蘭高域 也是有提堡 燕濠分 開頭是1280萬 那就有點低了 雖然我們這個是阿舉手哥 但是一千多萬也低了 一千八百萬如何 都不會貴到哪裏 那他就一千三百四十萬 那我也可以再低一點 那燕濠分 我都在這裏買了個 琉璃 不是 美蘭 那你就貴一點也不是不行 哇 還要增 那他最後一千五百萬 想買梅斯達菲 那我也算了 都算了 叫做大家合作夥伴 那沒問題 一千八萬就一千五百萬 那跟著我們就要處理這個 索基達斯這一邊 那這一邊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怎麼說呢 索基達斯呢 他是31歲 但是他的能力只有84 而且開架的是格迪奧娜 也是我的老死 萬成也不是什麼犯犯之妹 拿著把菜刀直接就鋸著他的頸 直接就開始掠他 來了 不用跟萬成客氣的 四千六百萬 喂 不見了一個菜櫃 你不是這樣吧 縮光了 那跟著 拉數 就是報價 這個張白絲 那跟阿比拉年的情況都差不多 張白絲 我們已經是這幾年聽了很久了 這個名字 但是他只有24歲 我說話也是非常值 那張白絲的 就是這樣 跟大家說一個真人真事 就不是浪費命的 有一次我就很有幸地去到了 LA 走過那個 Santa Monica 即是那邊 附近那邊不是很多酒吧 那是白天來的 那你猜一下我撞到誰呢 沒錯就是撞到阿張白絲 他就跟幾個朋友在酒吧桌子裡喝酒 那從那個時候 我對阿張白絲的印象 就已經是一落千丈 本身都不是好得去哪裡 因為他以前真的很小 那些心 真是多到街頭 但是見完那次之後 就更加差了 所以張白絲 在拉數 你是不是見我穿得比較漂亮 你才是這樣 1200萬照鏡 沒問題 不過過了幾天 這個張白絲 也是去了拉數 但是 咦 梅斯達菲那邊 還什麼 卡住了 我看看 梅斯達菲 還在猶豫 還在市坑想 要不要這個市坑 那你快點點 現在我們看看 銀行帳戶 有五千多萬 那 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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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那些錢 也是有的 那我就打算在這個 中場方面 都是再加一些人 因為看我們第二陣容的話 中場都還是欠了一些東西 那我也是 默色了不少的球員 包括這個NDD 其實我也有點想買NDD 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們對球 差一個有力度的球員 中場 即是攔截力度要強一點 那當然這個沙基里亞 都不錯 我看到 那我們中場的隱瞞 還有這些球員 包括這個比治 也是 他在FM裡面好像都繞了很久 還有這個密堅里 就選了這幾位 不知道大家的意見 是怎樣呢 中場的隱瞞 這幾位我們就留到下一集 即是再去進行 大家也可以留下 你們的意見 我們最後就講講 這個阿仙奴經理模式 基本上都是 怎麼說呢 是一個代定式的節目 當然是 如果沒事的話 就一集一集更新下去 如果有一段時間 這個播放量不行的話 我也是會 終止 即是希望大家理解 有時候做些事 沒有人看是確實浪費時間 而且現在呢 我每一集都做得比較長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希望 想繼續看這個節目的話 就多點支持 多點點讚 多點三連等等 今集的話 就到此為止了 大家希望想見到我們引入哪一位中場 就評論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